李晨导演的空天烈日前开始上映 前往该片女主角范冰冰到广州连环跑影片为空天烈造势 一路来各站露眼中 范冰冰将李晨认真细致严谨严严严有梦想有能力等都夸了个遍 看得出她对未婚妇的欣赏和权力支持 难道作为新导演的李晨真没啥值得吐槽的操点 范冰冰笑着说 我真觉得她这次完成的很好 如果我不是她的女朋友 我作为一个和她合作的演员或者是工作对手的话 我觉得她这个电影可以打85加 然后范冰冰画风一转 眼儿优则导是赚热钱快钱的事情 她不这样 自己赔了很多时间 剧组没钱她拿自己的钱去贴 做特效钱不够她自己掏钱补足 我说你是神经病吗 别人拍电影是赚钱你去贴钱 她说不希望大家看到特效后觉得不好 一定要全力做好 就算自己贴钱也愿意 所以我对她现在作品的成绩是很满意的 在她能力范围内已经做到最好了 近日有网友北京电影学院偶遇关小彤了 原来甜蜜暴击杀青后 妹子就回北电读书了 走路带风有说有笑 长腿少女的日常 关小彤看起来脸部胖了一些 跟平时精修照片还是差了很多 大长腿也不是很明显 有不少网友表示这样的关小彤很路人 你觉得呢 9月25日 关小彤一早口罩遮面现身北京机场 关小彤粉嫩卢克现身 满身的蝴蝶与花儿甜美十足 她清早现身机场 睡眼惺忪 呆萌止路 一双大长腿强情依旧 穿粉红外套的关小彤一盏少女力 一双大长腿令人羡慕 近日关小彤现身北影试堂 被网友捕捉 照片中的她身穿白色T恤 高挑的身材鹤鲤鸡群 不过也有网友吐槽 背影看着好看 最近真的胖了吧 据悉国民闺女关小彤 从小就开始演戏 如今已经进入大学 也有很多片约 刚刚结束拍摄的她 就回到学校吃试堂时分接地气 前两日 她迎来了自己20周岁的生日 凌晨12点 她就发了条微博并配文 IOV20了 发定了 照片中 关小彤一头大不浪卷发 十分俏皮地 向镜头比一个爱心首饰 而头上的卷发棒也非常抢眼 睫毛忽闪着 上女方十足 不少网友为关小彤 送上生日祝福 你好呀 20岁的关小彤 还有网友表示 你头上这个卷发棒赢了 蒙翻了老夫的上女心 那是 那是